出道台南永康一間青州小菜購買的菜色 江先生真的是起詐 小白菜筍絲和青苦瓜加上一碗白飯 青州小菜的店員收100元 江先生PO文質疑隨意開價 江先生指控自己前一天才到同一間店來消費 當時夾的菜色差不多 三樣青菜小白菜筍絲和青苦瓜 PO文的這一天店員喊100元 但是前一天賣80元 江先生說當時他手上拿著100元要結帳 懷疑店員為了圖方便乾脆不找零 這樣子穿盤看英文店的價錢大概60 其他業者說現在的青菜價格台風豪雨過後 確實是比較高 但是各家的計價方式並不同 到底該怎樣計算 消費者也有困擾 可能每天加工會不太一樣 然後可能不同人算的方法也會不同 這個東西不是秤重的 不是秤重的有時候就是 大概就是看計價的人 目測的時候 他才知道這個價格他不接受 那買賣還是還沒有成立 所以他可以夾回去 被PO文指控的店家才24小時營業 青州小菜 記者求證 計價方式 業者拒絕回應 自助餐店裡面 琳瑯滿目的菜色 想吃什麼就夾什麼 但是提醒消費者 搞清楚計價方式 秤重還是單讓計算 避免爭議 三天新聞諸位達正容 台南報導 台南報導 台南報導